人工智能中的性别不平等治理何以可能呢 我现在呢是以这个文化剁具的视角来看待 咱们怎么去规制这个算法 那么具体来讲呢 就是我这个研究呢 就是在最初的时候呢 我怕遮挡这个屏幕 就把那个视频先关掉啊 就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学者都对他进行了这个 建设性的批判反思 我呢就是主要集中在这个性别不平等 这样一个焦点吧 我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困惑 就是讲现在其实跟人工智能相关的 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或者是行业倡议 甚至包括一些这种伦理原则 就是还是层出不穷吧 就是可以体现出现在对这个的关注 但是有一些矛盾的问题就在于 即使是提出这个伦理原则的平台企业 也经常会在这个算法带来的 社会后果上面出现一些 负面的这个舆情事件 应该大家这个都是比较了解 国内现在经常爆雷 对吧 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特定的技术应用 比如说人脸的应用 到底这个专项管控措施有没有效 因为其实有一些地方 是出台了一些政策 比如说进小区刷脸这个事 到底行不行 但是在现实中呢也出现了一些争议 而且在落地的方面呢 其实可以说我们这一些就是普通老百姓吧 这个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这个推动 这个这个这些措施 让这个这个收集人脸数据的这些 这个主要方能不能够去遵从这一些措施 其实也是存疑的啊 有些挑战 那么我今天的这个汇报呢 就是想从三个方面来这个介绍 一个就是对性别不平等问题 在信心技术中的体现 特别是以云术智能为例吧 来做一个小的梳理 然后呢就是从文化剁据的角度去看待 当前在科技进步中 治理的困境啊是怎么一回事 另外呢就是我也提出了一些 就是偏政策建议方面的这一些 算法规制的一个路径 那我呢就是把人工智能的三个因素 这个数据 这个算法和这个算力 来作为这个分析问题的切入点 那么数据方面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 这个对女性的代表性是不足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知识图谱 它其实是这个人工智能 从这个感知智能 走向认知智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但是你比如说这个维基 维基百科方面呢 就是会发现 其实现在这个联合国比较重视 这个方面的问题 你比如说这个VCAP 或者是这个VG for Women 这两个运动呢都是希望说 把维基里头 它其实只有五分之一的内容 是关于这个女性的 其实还是存在很多的这种 反映女性的这个信息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从知识读谱的角度去看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即使收集了这个数据 但是呢其实虽然都叫女性的样本 但是其实多元形象也是有选择的 比如说你如果说这个标注的人啊 或者是收集的人啊 他对女性有传统的刻板印象 他会尽量的去收集一些 比如说符合他的审美的 比如说这种皮肤白的 或者是体型比较偏瘦的 往红脸啊对吧 所以呢最后这个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应用呢 他其实就会对这一些 腹黑的或者是体胖的女性 就是有这些识别上的问题 就是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称为启示嘛 影响了这个其实这个满意度 另外就是数据标注的问题 那数据标注呢 他其实也是能够就是 大家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 特别是像认知智能这个发展的这种标注呢 就比如说这种好顽值啊 如果大家去了解这种各代厂商推出的开放平台提供的功能里头 你会发现颜值是一个他们很强调的内容 那这一些其实也可能反映出这个社会的这种刻板印象 对吧你比如说标注员 他就会把这种衣着服饰打扮偏中性的 或者是职业风格的女性标记为男性 然后呢去年有一个事件 他就是讲这个MIT 他永久性的撤回了这个八千万张的一个数据集 叫做这个Tiny Images的这样一个数据集 那其实呢包括我们广泛使用的这个ImageMate里面 他其实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你比如说啊 比如说你看里面啊 就是比如说用Core去像这样一些词语 可能是一种比较厌女的 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对女性不友好的词 对吧他其实都是有 这一达马萨克是因为那个就是原图这个不可言说啊 这个但是其实是存在的 对吧 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跟这个种族有关的 其实也有女性在里面 对吧 所以呢这样一些数据集的收集 它是作为一个开源数据集的 它其实对我们人工政策的发展是起有这个非常基础的作用 而但是呢这些数据因为它收集的时候呢 它是根据了一个WordNet 那WordNet本身里头呢 它又是作为一个英语词汇的这个数据集呢 也还有很多这些带歧视的带偏见的这样一些词汇 所以以此去搜集数据呢 也会带来这样的后果啊 那特别是呢 这个是我引送了一篇论文里面的内容 就特别是讲什么呢 就是除了标注本身 这个会去直接标注会产生这些问题 其实你间接使用他人数据 也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讲他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报复性的这个色情的图像 包括一些这种偷窥的呀 各种比基尼的这种啊 他其实他没有遵从这种这个 就是知情同意的这样一个前提 但是呢 技术上呢 现在有一种反向的这个图像搜索引擎 他其实是如果你能够根据这个标签 找到这个图片 比如说有的国家 他对这个幸福工作者 是特别的这个是法律禁止的 然后呢 也是带有这个社会秩序的讲 也是比较这个处于这个被那个啊 就比较底层的这样一个看待 如果这种图片真的是用刚才这个字典去搜索出来之后呢 那这个图像 我可以反向的去追踪出他到底是谁 对吧 就这种反向的图像搜索引擎呢 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不好的作用 就是别人用的报复性图像 如果你之前光看一看 你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现在这种搜索引擎的出现 他就会导致你能够定义 就是能够跟踪到他是谁 是吧 就会有他生活中实际的影响和伤害 为了避免这个死产效应呢 我就不多说这一部分内容了 这个 但是这个以前仍旧是在存在的啊 这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即使就是我们使用的是历史数据 刚才说的就是要么是缺少这个数据 要么就是这个数据标注有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原原本本就拿一些历史数据过来 比如说信用卡数据 那是不是他就是一个客观中立的机器学习的来源呢 其实也不一定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知道啊 根据以往的这个数据呢 他很可能会产生就是对超频系统来讲 就是女性会从技术岗上排斥出去啊 等会儿我会讲一下这个小细节啊 就是另外呢 就是你不明确的使用性别变量 比如说前一阵 因为我也是这个开发者之一 就是那个微信的公众平台 就推出了一个政策 就是讲不再向开发者提供性别变量和地区变量 他的用意我觉得是个好事 就是讲他避免你直接使用性别变量 进行一些歧视性的这个开发 但是你没有明确使用性别变量 就真的是一种客观中立吗 也不一定 因为其实呢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秩序员 比如说是这样一个什么规则 比如说你说这个男主外女主内 所以你女性很可能购买一些家庭的用品 小小额的这个消费 那你如果去贷款 去申请贷款 那很可能机器就会认为你 对吧 没有这个消负能力 你看整个过程都很客观 对吧 完全没有 其实女性都使用不到这个性别变量 但是因为这个整个历史书局 本身还是反映了这样一个 这个社会秩序在里头 是吧 即使你女性其实是一个 很有那个偿还能力的人 是吧 其实有这个潜力 但是也不给你贷款 所以你就可能因此 失去了一些发展的机会 对吧 这其实这两个例子 为什么要举呢 其实在欧盟的这个法案里头 就是可能要一两年才通过 但是这个法案呢 被说明史上最严的一个 对机器学习的这个限制吧 它里面就其实就会把 这刚才这两种场景 都列为叫高风险场景 因为会影响到人的发展机会 那么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呢 为什么客观数据 其实本身内涵着主观的 秩序 对吧 客观数据 你比如说 我们经常用的这个 词相量的这个技术 就是有研究就表明 那很多的这种职业 就是很体现出这种性别隔离的 现实中的这种 职业性别隔离 其实在数据中 是完全反映出来 所以你如果真的把它当作 是一种 这个 这个是客观真理 就比如说 你看我是有科学依据的 我没有人的主观偏见 那么我们称之为 叫大数据的原教旨主意 本身就其实是意味着 你还在维护现实中的 这种频道 对吧 甚至有的网站呢 还直接的给你去预测 这个你客户的性别是什么 这里面就更加是反映出 这样一种数据背后的这个偏见 你比如说 我输入一个科学家这个词 那他的预测就是 他是男性的可能性是95.70%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啊 然后呢 你如果是说是个傻子 形容死stupid的 那其实呢 比没有的可能性 被他判定为值61.7% 所以说呢 在这样一种场景下呢 我们就是讲 会觉得 其实你说 以历史数据 你没有去篡改 没有去这个伪造 来证明你是客观中立的 其实也是一种误区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从这个算法的角度来讲呢 那我们就讲 其实从国内 这是比较例如国内的情况 就是这个内容推荐服务 它其实是在家居性别偏见 因为它可以是 变损女性的形象 固化女性的传统的家庭角色 过度的消费女性 其实在我看来 都是属于一种 家居性别偏见的行为 我就以搜索的情为例 为什么以搜索的情为例呢 因为我进行的工作呢 有一部分是跟百度合作 去做他的这个算法的审计 和算法这个纠篇 所以呢 搜索引擎当时就是 我进行的第一项的这个行动研究 那因为搜索引擎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其实就一张图就可以看明白 就比如说你搜总经理 对吧 你看都是男性 那就意味着可能给人的感觉 包括这个相关搜索里面 也不会有女总经理 对吧 但是其实你说 是不是真的没有女总经理呢 其实还是挺多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其实就是 也做一个小小的改动就可以了 对吧 搜总经理的时候 你男的女的都混一些进来 不就好了吗 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意识问题 当然其实 并不是这么一点点问题啊 因为包括了这个污名化呀 比如说你搜索一些职业名称 就你会发现 其实对女性是特别大的一个图片 都是挺污名化的 这个就不多说了啊 这个 然后呢 智能决策里头 这也是我的一个行动研究的这个结果 就是你像国内某头部的人工智能企业 其实就是百度啊 他们就是在我们推进下 开发了一个算法偏见的检测工具 他那些审查他们自己内部发布的 这个职业的这个描述呢 你就会发现 他其实是有很多的这种性别歧视问题的 这就很有意思了啊 他开发的工具 自己的这个毛 是吧 和盾之间的关系 它是可以同时共存的 所以这里呢 其实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另外就是共享经济里头 这个重薄平台算法呢 他其实也是希望偏好那种 劳动时间更连去 接待量更大的这个不稳定就业者 但女性其实就是因为 有加务劳动的这种双重负担嘛 所以他其实也不太受这个平台算法的 这个这个这个待见啊 所以其实也是会 这个加剧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这样一个弱势地位 另外呢就是刚才说的可能都是一些算法中的问题 但其实还有一个大点就是缺失的问题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 很多都是跟经济价值高的这个传统产业结合 这个但实际上你对性格不平等吧 很难有帮助 所以我也是推进了这个百度这边呢 他去把搜索引擎作为了一个支持这个 这个受家暴的这个妇女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资源支持 另外一个是算力的问题 算力的话呢 他其实就是讲这个有两个报告吧 就是做两个调查 就是讲其实会发现就是当然这是美国的情况 美国的一个做的一个调查 这个还不是说是中国完全是中国的情况 你会发现他的比例是很低的 在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行业里头 看下来的数据 所以呢就是就是比较快速的过一遍这个性格不平等 大概是从哪几个维度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比较了解啊 其实我们后面的这个治理啊 应该是怎样去进行 那我们讲这个困境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困境呢 我们讲是Curing Ridge困境 就是讲其实技术刚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好去治理他 对吧 就是你怎么在利用 是吧 这个在和这个规制和创新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在早期是很难进行 但是呢到后期进行呢 他的这个后果呀 已经跟社会嵌入在一起 纠缠不清 这个时候你就很难治理了 所以我就认为呢 这其实是一个文化问题 那么这个理论主要是来自于 正好是经历他这个理论的一百年啊 就是他这个理论呢 其实就是讲这个文化之后 他其实是一个现代化社会 进行的一个变迁的必然产物 主要就是讲呢 其实物质文化和这个精神文化 和制度文化之间呢 它是存在着发展速度的差距 我们叫文化剁具 就Culture Like 对吧 而且特定的情况下面呢 来讲呢 我们其实会发现 为什么难以避免呢 是因为第一个 有些自身原因 因为其实我们的文化本身呢 要去适应新的这个技术呢 本身是有一些难度的 因为很多时候 你很难去做一些制度创新 文化创新是比较难的 社会原因还有什么呢 就是你比如说 刚才就是 刘老师也提到了 比如说这个 一些少数群体 他受到的歧视 由于社会意志性就意味着 我们即使是要改变一个阶层 其实也是需要 整个社会来做出努力 那么大家就会去想 那我凭什么为你做出这个改变呢 对吧 所以当前的这个社会阶层的格局 它也是会导致这个变迁不顺的力 另外一个群体原因就是 因为惯喜 就是群体压力 你要做改变 但人家其他人不觉得要做改变 所以我们这个讲 群体情感也可能成为一个 抵制变迁的力量 另外根据孙立平教授的观点 其实我们当前中国是处于什么情况 就是全球化 那个背景下面 发达国家 比如说那个发达地区 比如说欧盟 它有很多好的 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规制法案 在互联网时代 一下子咱们就知道了 是吧 他当天公布的 我们当天就能知道 那么其实就会给我们的这个 一个认识 就是讲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说 也是这么去做 所以说呢 他就对我们有一个叫示范效应 但是有示范效应 让大家觉得 价值观上可能统一了 就是觉得 我们也应该这样去限制人工智能 或者是解决其中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也指出另外一点 就是文化剁剧理论也认为 传统因素的瓦解 要比建设的速度要快 所以很多时候会形成真空 对吧 比如说权威真空啊 整合危机和价值真空 就是你可以否定它 但是你要建设它更困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它就是讲 我们就讲这个规范作具呢 就是其中的一个内容 你比如说 这个很多的这个平台企业 在以前的这个历史事件中 就会发现他们 其实不认为算法缺陷 是价值观的缺陷 甚至认为算法和价值观无关 而且我们现在也是已经 我认为是已经走过什么阶段呢 就是我们要去对企业说 你必须遵守一个 伦理原则会怎么样 为什么 看一个研究报告的结果 其实15年到20年 已经发布了117份 这个跟人工智能原则有关的文件 但是呢 这里面呢 而且是私营企业发布的是最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认为呢 其实你要去看这个 这个伦理原则到底在说啥 那么有一个研究就对22份 伦理原则进行分析 就会发现 几乎所有的伦理原则 都是一种男性思维 就是讲 他们会去讲问责制 隐私和公平 并不是说不能讲 它可计算是好事 但是呢 没有去讲这个照顾培养 帮助福利 社会责任这样一些 换句话说呢 我们所谓的这个 关怀伦理 其实还是比较欠缺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制度堕局和政策堕局了 从制度堕局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政策呀 本身呢 是有这个限制 但是呢 原则性是一个特别 特别是如果说 信贴不平等的话 那就是还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指南 这一次那个互联网的 这个信息服务算法推荐 管理规定 它的这个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和正式稿之间 有一个差别 就是讲老年人的 这个加了一条老年人的条款 那个挺好 但是虽然 但是原则性还是挺强 就是到底怎么做 也是个问题 对吧 这个意识性的问题呢 就是我举的例子 比如说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会觉得 那那男女平等吧 这个支持女性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吧 这个就不会在伦理上 和这个观念上 有太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影响 但是你去想 你举个例子 比如家庭照顾者 他经常就是我们那个女性 在承担这个工作 但是你想有什么样的人工智能算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比较少 对吧 所以说呢 你的政策也就不会 就是政策指导下 到底怎么去做 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就会观察到一个后果 我把它称之为叫类卷异化 就是说你会发现 现在制度和政策越来越多 就比如说北京来讲 支持那个养老方面的 可能上百个文件 是吧 你学文件都学不完 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需求 实际需求 还是很多的这个 大家有意见 因为我们去参与了这个 全市的一个相关一些调查 就会发现 还是得到不能满足 这个社会情感 就会有疏离的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你没有精准的失策 就是没有去实施 这个相应的这个精准的支持 就是谁 好像谁都关心到了 但是谁都没有得到你的好处似的 对吧 就是获得感不起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 那从政策上来讲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当时想做这个算法审计 那么第一个人想说 要去用爬虫 你比如说刚才给你举例 就是讲百度的这个百度百科 或者是这个图片的问题 但是我去抓取的话 我就有技术问题 和这个法律分析问题 很多时候是有法律问题 大家如果去认真看一下 百度百科的这个条款 你会发现 其实他就没准 没让你用他的数据 就是你可以看 但是你不能抓取的 对吧 你带去看那个协议 就是说 他的协议就是说 你要抓取数据 你得第一百度要同意 第二 贡协数据的人得同意 很有道理 对吧 所以你就但是你就意味着 我就没有办法去说 他有多少是缺失女性的数据的 因为我都没法去抓他 我咋知道 大家然后看一下 相关的法律 咱们就是过一下 就是其实挺多法律 你也不知道哪个坑 你就踩上了 对吧 我们就现在就停头疼了 就是发学生论文都有问题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认知多具和能力多具 其实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 就是其实挺多的 说实话 真的相关的文章挺多 也是热门 立法也通过了 但是呢 现在就是说实话 工程师吧 现在特别的紧窍 就是人们根本就不觉得 要要求他们去掌握 这个技术能力 和算法审计的这些能力 然后呢 其实我们社会科学家呢 也对一些技术细节 它是了解不足的 有些具体场景 它的这个 没有办法切中要害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 当时我跟百步那边 做行动研究的时候 我就是 我还原来以为 是给他们讲了点大道理 说你们这个有歧视 有负贫的问题 然后他们没想到 瞄懂 就是立马就问下一句话 把我问住了 我以为我可以教育他们 结果他问我 他说周老师 您觉得这个 对女性这个着装的问题 有点这个色情化 泛色情化 那您告诉我 那就说女生 到底露多少衣服 才叫正常 才叫不歧视他们 我当时没回答出来 我后来问了一下 我们这个 相关的研究专家 他们也答不出来 他们想都是 我们原来不就批判就好了吗 对吧 就是觉得你们都是坏人 你们这百度的坏家伙 你们肯定会跟我们抗拒 对抗意识形态 就会发现人家还挺顺的 然后就你会发现 连我都回答不了 这个我专门做这个研究的 虽然说我们后来 有一些进展 这也不多说了 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可以发现 现在很多的头部的 人工政策的企业 它做了这个AI的开放平台 但是它其实没有相关的课程 没有这个对自己能力的 这样一种专项审核的 这样一些功能 都是没有的 然后呢 我就是在这个联合国的 一个委托项目里头 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企业我就不说名字了 因为开始要求这个要保密 但是呢 就会发现 其实知道人特别少 这为什么讲 是一个认知舵具和能力舵具 就是讲 其实工程师知道 有专门的恶意算法都很少 是吧 知道什么叫算法公平的 那也是比较少 知道这个解决方法的 也是少这又少 这就是一个报告 当时出这个报告的时候 这个微博上属于 这个上车搜索了 有火的 这就是我当时在问卷中 问的这些问题 就说你知不知道 这一些BIOS 对吧 然后你有BIOS 你怎么纠正实现公平 我说那你们知不知道 这一些公平的定义 就是问这些问题 这个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 就是从文化舵具的角度来讲 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些 这个问题 治理的困境 那我就给出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了 其实就是两方面 第一方面呢 就是就是要 你还是得倡导 这个意识形态的东西 就是你这个意识理念 和话语体系 你得在伦理层面 还是得建立起 所以咱们这一次的会议 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就是你特别需要这样一种机会啊 让大家能够来关注这个问题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你得找一个落地的途径和措施 我认为这个政府是要发挥主导作用的 调动资源 那么怎么做呢 这个时间关系啊 我就加快点速度 这个就是讲呢 其实有的法律方面 就是太原则性太强 其实应该多做一些就是既限制它 你也领导它 对吧 那我就大概介绍一下百度这个事吧 就是百度的这个干预呢 之前呢 大家搜女人或者女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图片是长这个样子的 什么感受 大家感受一下就好了 但是呢 改进之后呢 我就觉得这个也未必就是一定是最好的方案啊 但是至少这看上去感觉 不知道我们这些搞性别不平等研究的人 会觉得还挺比较顺眼一点 对吧 但是最终啊 这个应该有共识 就是讲能支持他们 其实有11个方面去支持他们啊 就是家暴啊 包括那个女性的这个维权呢 比如说那个怀孕了 被开除了怎么办 对吧 这个呢 一旦你现在输入家庭暴力 或者是老公打老婆 我们就会给出这样一些标记 这个一些卡片出来 然后呢 这个当时啊 这当时啊 这个不要引起误会啊 就当时是看到的这个 这个情况啊 就是你现在去搜可能不一样了 但是如果当时是没有 我说是当时啊 这个啊 当时未干预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当你输老公打老婆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种划分 对吧 刘老师 你还有五分钟啊 好嘞好嘞 我这个再加速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这个我们就讲 还要一些银保 这个新增一些这些这个选项 然后呢 加一些属性 是吧 要促进一些算法方面的开发 啊 其实呢 就是包括百度的 这个刚才的那个 这个 我们推荐的这个 他实际上就看了 打造出了一个 百度的智能招聘系统 他现在在卖钱了 但是他的好处 确实是在解决这一些 歧视的问题啊 然后他自己就自查了嘛 有这个工具 就发现确实问题 还挺多的啊 所以说就是 这是一个 我认为是个 比较成功的研究啊 而且百度也能够 有一个新的 这个利益的讲点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 希望在落实 这个中国妇女发展 更药的这个过程中间呢 能够通过 人工智能的手段 去推进啊 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 算法的这个决策呀 包括这个 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呀 也应该公开 算法公平的审计结果 目前只是报备嘛 对吧 他其实你应该进行 一个战而八景 这个算法公平性的审计结果 其实里面有很多算法 现在都可以使用 另外就是 加强这个 宣传教育啊 特别是要在这个 算法伦理中间 要加入到这个 青少年的人工智能 课程体系中啊 我这个也是跟 这个北京101中学 一个初中部啊 合作 做了一个青少年的人工智能的课程 其中就是每一张内容 都有算法伦理啊 就是柔合进去了啊 不是那种 说教训的啊 对吧 然后我自己呢 在这个 这个这个 学校里头呢 我也是有这样一个 做了一个课程 就叫人工智能 与中国社会啊 也是让学生 这个开发相方的 这个服务的APP 这个还得到了国家 UPUA 外来识别机 或者国家的这个 大创项目的立项和机会支持啊 所以这个就是 另外有希望能够有一个 法律的这个 这个支撑吧 让我们这个社会学家 能够更好参与到 这个算法的审计啊 另外就是跟平台企业 我们也是在合作 希望能够在数据生产的源头 进行参与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就能够 就是不是仅仅去 去打击他 而不是说一起来干活 把这个事呢 能够推进进去啊 这个发挥这个 积极作用 对吧 这样呢 我们也是履行了一个 社会科学的学科责任 啊 我的这个汇报就到这里了 谢谢